人类已经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寻找地球外生命体存在的证据 但至今为止,我们的调查还不是很成功 不过,科学家并没有因此放弃 而是更加努力地寻找更多的可能性 大家好 在最近,科学家为可能有生命活动的太阳系外行星创造了一个新的类别 这颗星球上的生命体可能会跟地球有所不同 但至少这些生命体是存在的 这里是大家熟悉的Top10频道 那么,就让我们赶紧开始这次旅程吧 行星以及其居住条件 一般来说,科学家在评估一颗星球上是否存在生命时 会先比较它跟现今的地球是否相似 我们所在的地球有着坚固的地表 位于名为视居带的区域 并以一颗寿命相当长的恒星为中心公转 位于视居带的星球能够获得足够的热量 让地表存在着液态水 地球的质量达到足以让重力维持着够厚的大气层 保护居住于此的生物 但又不至于让地球变成一颗冰巨行星或是气态巨行星 不过,要在宇宙中找到与在各方面与地球相似的行星 实际上相当困难 就算我们发现了条件几乎符合的星球 但这些行星上还是有许多的问题等待解决 举例来说,我们已经知道许多与地球相似的行星 存在于红矮星的视居带 红矮星是相当昏暗的恒星 其视居带非常狭小,且距离恒星相当近 而在那里运行的行星都被潮汐锁定给锁死了 由于这些行星都与同一面面对其主星 因此它们处于极度恶劣的环境 除了大量的光线以及热量 它们还整天曝晒在大量的辐射之下 而在与地球相似的行星中 有些星球被称为超级地球 它们的质量以及半径都大于地球 但小于巨行星 许多超级地球都在适合的轨道 绕着正常的恒星运行 不过超级地球上还存在着其他问题 超级地球上的大气非常浓密 且非常厚实 也让光线无法抵达地表 在这个永远被禁锢在黑暗之中的世界之中 究竟有没有办法存在 比细菌还要复杂的生命铁 也是个大问题 换句话说 实在有太多问题等待我们去解决了 不过也有专家提出了以下建议 他们不满地认为 为何现今的科学家总是认为 只有类似地球的环境 才有可能会有生命存在 毕竟当地球刚诞生时 其外观跟现在的地球完全不同 当时的地球从太阳那里获得的热量 以及光线都比现在还要少 整颗地球被海洋给覆盖 空气则是由甲烷 二氧化碳 氨 硫化氢所组成 不过 即使是在如此严峻的状况之下 地球上还是出现了生命 并蓬勃发展 换句话说 如果一颗不是红爱星的恒星 有着合适的化学成分组成 足够密度的大气 以及海洋的话 这颗星球上就有可能诞生生命 这个基准比目前为止 科学家所使用的基准还要宽松 而且可以适用于更多的恒星 当科学家在调查类似地球的行星 例如超级地球 并推测是否有智能生命 居住于其中时 一直忽略了某个类型的行星 那就是迷你海王星 迷你海王星是质量比天王星小的行星 其表面上极有可能 是被数公里深的海水所覆盖 科学家在这些迷你海王星 以及和它们相似的大质量超级地球中 创造了一个新分类 这个分类被称为海沈行星 其名字取自于英文的精气 以及海洋 那么海沈行星究竟是什么呢 据发明此用语的科学家表示 海沈行星是指半径为地球的2.5倍以上 质量为地球的5到10倍的行星 顺道一提 天王星的质量为地球的14.5倍 海王星则为17倍 和一般质量不到地球5倍的超级地球不同 海沈行星拥有强大的引力 可以长时间维持氢气 也正是因为这个特征 海沈行星才被认为是宇宙中独一无二的存在 科学家认为海沈行星上应该拥有厚实且广阔分布的大气层 内部富含氢气 氧气 甲烷 臭氧等气体 而海沈行星的气候并不像气态巨行星或冰巨行星那样极端 而海沈行星的大气层与覆盖其上的广阔海洋之间也有明确的界限 海沈行星的海洋温度约为200度左右 由于其气压比地球还要高 因此这些海水并不会沸腾 而我们当然无法生活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之下 应该也没有人认为会有人生活在这些行星之上吧 那么海沈行星的优点又是什么呢 首先 海沈行星的大气就像一座化学实验室 里面拥有着生命诞生所需要的一切材料 几十亿年来存在于海沈行星上的海洋 是能让年轻生命成长茁壮的完美环境 虽然深达1000公里的灼热海洋 听起来很可怕 但那毕竟是对人类而言 地球上也存在着一些喜欢生活在环境条件极端情况下的生物 或许它们在1000度的环境里也能悠然生活 而对于那些与世隔绝 居住在其他行星的居民来说 此地或许也很适合它们居住 而海沈行星的环境也不见得都是处在如此高温之下 浓密的大气就像是优秀的被子一样 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保护海沈行星免于失温 而海沈行星本身的巨大质量也让其难以散发热量 有在家做家务的人应该都知道 熨斗越重 其冷却的速度也越慢 也正是这两个原因让海沈行星的视居带 比内地行星的视居带还要宽很多 如果宇宙中某个地方会让地球的孪生兄弟 因酷寒而无助地发抖 海沈行星在那里也能保持表面约20度的舒适温度 只要人类发现了克服气压的方法 我们也许也能在海沈行星的表面上生活 如何找到海沈行星 海沈行星是介于超级地球 以及迷你海王星之间的行星 理论上宇宙中应该要有很多海沈行星 也因此科学家更加努力地调查夜空中的众多星体 在我们已知的行星之中 说不定有一些也是海沈行星 距离太阳约110光年的K218b 就是个好例子 这颗行星的质量是地球的8倍以上 理应被分类为超级地球 但它的密度并不是很大 也因如此 这颗行星在很久之前就受到了科学家的瞩目 从那时开始 科学家就认为K218b的大半部分 可能都被数百甚至是数千公里的海洋给覆盖 并在2019年证实了 在K218b的大气中存在着水蒸气 不过K218b有一个重大的缺点 这颗行星绕着一颗红矮星公转 并始终以同一侧面对着其属星 这为何是个缺点呢 我们刚刚也有说明过了 这是因为这个行星的白天侧会相当高温 而夜晚侧则会相当寒冷 不过如果这颗行星拥有足够的大气的话 应该也可以减缓其冷暖差 而即使如此 海面上应该也会吹着花起巨浪的恐怖强风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非常感谢你们观赏这次的影片 要是你们喜欢这部影片的话 我们会很开心的 或许就像海神行星一样 未来科学家也会重新评估太阳系外行星的分类 科学家考量的基准 主要是大小以及质量是否相符 以及大气中是否有着臭氧 氧气 甲烷和一氧化二氮的存在迹象 当我们在确认生命是否存在时 复杂的有机化合物的存在将会是个好迹象 而我们这个频道的好迹象 则是各位点的赞了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 还请帮我们按个赞 那么又到了暂时别离的时间了 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